一位45歲的企業老闆 平常工作很忙碌 血壓常常危機在收縮壓165 舒張壓95 他總覺得還好啦 也沒高太多 沒當一回事 直到某天清晨 突然劇烈胸痛 被緊急送往加護病房 發現是主動賣玻璃 差一點命都沒了 他躺在加護病房室才後悔 為什麼當初沒有好好管理血壓 意思是說這種悲劇 其實是可以預防的 只要早一點察覺 早一點行動 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寬寬醫師的頻道 我是腎臟科寬寬醫師 一起關心你我腎臟的健康 我強調 極簡護腎 護腎並不複雜 我們不需要依賴神奇的產品 或繁鎖的療法 只要簡單的改變一些生活習慣 就能守護腎臟健康 點擊說明欄 下載護腎手冊 用最簡單的方式 讓腎臟更健康 你是不是也常常聽到醫生 家人或朋友提醒你 血壓要注意哦 但你心裡想的卻是 應該還好吧 血壓有這麼嚴重嗎 高血壓這個詞 聽起來好像離我們很遙遠 但它卻是標準的隱形殺手 沒有什麼明顯症狀 但卻可能悄悄的傷害你的心臟腎腎腦和腦血管 大家最常聽到的控壓建議就是 少吃鹽少吃鈉不要吃太鹹 這當然沒錯也很重要 但你知道嗎 除了減少鈉攝取 還有一種加分項可以幫助我們更穩定血壓 這個秘密武器就是一種經常被忽略的礦物質 甲離子 甲 你可能只想到電池裡那個字母K 但它對我們身體特別重要 尤其在控制血壓上扮演著關鍵角色 今天這一集我會用最簡單最生活化的方式 帶大家認識這位控壓小英雄 你會知道 第一甲是怎麼幫助穩定血壓 第二每天我們需要攝取多少的甲 第三哪些食物含甲又美味 第四哪些人需要特別注意甲的攝取 準備好了嗎 那我們就開始吧 我們先來聊聊為什麼甲對血壓控制這麼重要 不妨想像一下 我們身體就像一套精密的水壓調節系統 鈉也就是我們熟悉的鹽巴 像是身高水壓的推手 吃多了鈉吃多了鹽 水分會滯留 血壓自然就會攀升 現代的飲食不論外食加工品 鹽酥肌 鈉往往在不知不覺中就會超標 這個時候甲就閃亮登場了 扮演著平衡的角色 甲離子的第一個任務是促進鈉排泄 研究證實足夠的甲能夠幫助排出身體多餘的鈉 你可以把甲視為體內的排鈉幫手 透過尿液把那些抬高血壓的鈉通通清走 同時會帶走多餘的水分從尿液排出 有趣的是研究發現 健康男性或高血壓患者 短期內減少甲攝取 收縮壓竟然會上升4-5毫米拱柱 這意味著即使是輕微的缺甲 身體也會立刻反應 血壓可能隨之飆高 甲的厲害之處還不僅止於排鈉 它更能幫助血管放鬆 試想緊繃僵硬的血管 當血液通過時自然費力 壓力也會隨之增加 但如果血管放鬆彈性良好 血液就能順利通過 血壓自然就會下降 有研究指出 低甲狀態會使血管更容易蓋化 變得僵硬失去彈性 這無疑是對血壓控制的一大阻礙 所以你看甲一方面少出多餘的鈉 另一方面又讓血管放鬆更具彈性 簡直是雙管旗下的血壓守門員 難怪許多的研究都顯示 甲攝取較多的人 血壓往往會更平穩 心血管風險也會降低 了解了甲的重要性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要問一個問題 我們每天到底要多少的甲 才能夠真正當住穩定血壓呢 許多專家建議 每天攝取至少4.7克 也就是120毫當量的膳食甲 對於穩定血壓的效果最好 而且這個攝取量在多項大型的研究中 也得到證實對於健康有益 一般建議成年人每天攝取 約2.6到3.4克的甲 但如果你是想預防高血壓或控制高血壓 美國心臟協會則建議 要把甲的攝取量提高 拉到每天3.5到5克左右 而4.7克這個目標值 正好是值得努力達成的理想目標 聽起來好像不難對吧 但實際卻很殘酷 根據美國的調查 大約98%的人 每天甲的攝取量都不夠 在美國國家健康與營養調查中發現 成年男性平均每天只吃到2.9到3.2克的甲 成年女性更少 只有2.1到2.3克的甲 換句話說 其實只有10%的男性 和不到1%的女性 有達到建議的4.7克的甲攝取量 這些數據說明了一件事情 甲不是你以為吃的太多 而是其實超容易吃不夠 那補甲到底有沒有實際的幫助呢 其實是有的 而且有數據的支持 一份大型統合分析研究發現 只要甲吃得夠 血壓真的會降 如果你吃到每天4.7克的甲 也就是120毫當量 效果最好 收縮壓平均可以降低超過7毫米拱柱 哇4.7克的甲 聽起來好像要吃很多對吧 那我們要怎麼吃到這個量 難道我要吞一大堆甲釘來補充嗎 其實不用擔心 最好的方式不是補充甲 而是要從飲食中來攝取 而且有很多好吃又健康的食物 其實都富含甲 像是美國心臟學會推薦的DASH飲食法 德蘇飲食就是非常補甲的方式 他強調多吃蔬菜水果 顴骨類低脂乳品和魚類 不僅能幫助穩定血壓 也讓整體的飲食更均衡 那有哪些食物是含甲的大戶呢 我們來看看以下這些分類 水果類像是香蕉、杏桃、哈密瓜、酪梨、奇果、柑橘類果汁、石流汁等 你知道嗎 一根中等大小的香蕉 大約就有451毫克的假含量 蔬菜類像是菠菜、地瓜、甜菜、馬鈴薯、竹筍、紅蘿蔔等 半杯煮熟的地瓜就有286毫克的甲 非常實用 那甲離子含量也很高 乳製品、低脂牛奶、優格、拖子、牛乳等 都是不錯的甲離子來源 蛋白質類像是鮭魚、尊魚、鯉魚等魚類 還有一些肉類和豆製品像是天貝等 裡面也都富含甲離子 其他像是一些堅果類也含有一定量的甲 當健康的小點心攝取其實也不錯 你看選擇是不是豐富多元呢 早餐來杯香蕉優格 午餐多點一份菠菜 晚餐用地瓜取代白飯 再加上鮭魚當主菜 這樣不僅能補充甲 還能順便攝取到其他對身體有益的微塵素 礦物質和纖維等 不過這邊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光靠吃香蕉補甲是不夠的 雖然香蕉含甲不少 但如果一天只靠吃香蕉來達標 可能要吃好幾根 糖分也會跟著爆表 尤其是有糖尿變患者 像是果汁或甘果類的食物也含甲 但糖分容易會過量攝取 所以在選擇上要注意適量 說到甲離子的來源 深綠色蔬菜 比如菠菜就是很棒的選擇 但問題是 我們得要吃好幾杯煮熟的菠菜 才能真正補足我們所需要的甲量 所以這也再次提醒我們 飲食的多樣化真的很重要 我們要從多種食物 攝取甲的來源才是比較健康的方式 另外你可能沒有注意過 吃太多白麵包蛋糕 甜食這類精緻的碳水化合物 或長期壓力大 其實也都會讓血中的甲離子流失更快 讓血壓更難控制 為什麼呢 簡單來說 因為甜食會刺激胰島素分泌 這會把血液裡的甲離子 趕進細胞 讓血甲濃度變低 再加上壓力很大的時候 壓力荷爾蒙也會讓腎臟排掉更多的甲 久而久之 血壓越來越少 血壓就會越難控制 因此你直接甜食和壓力 都需要特別來控制 聽到甲離子有這麼多好處 很多人可能已經迫不及待想要來補甲了 但先別急 這邊有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 雖然增加甲的攝取量 對於多數高血壓患者來說 確實是有幫助 特別是那些血壓偏高 但腎功能正常的成年人 不過這並不代表所有人都適合大量補甲 在某些情況下 體內的甲含量如果過高 反而會引發嚴重的健康問題 這種情況叫做高血甲症 甚至可能會危機到生命 那麼哪些人要特別小心甲的攝取呢 第一 有腎臟疾病的人 這就是最關鍵的一點 腎臟的工作之一 就是幫忙排出體內多餘的甲離子 如果腎臟功能變差 甲可能就會在體內堆積起來 讓血甲濃度升高 增加健康的風險 第二 正在服用某些藥物的人 像是血管收縮素抑制劑 ACEI 血管張力素2 受體阻斷劑 ARB 保甲型利尿劑等 這些藥物都可能影響甲的代謝 就要特別注意 另外 如果你有其他慢性疾病 也建議要先跟醫師討論 確保補甲是安全的 有高血甲症 在初期可能沒有太明顯的症狀 但如果血中甲的濃度持續升高 可能會出現噁心嘔吐心率不整 肌肉無力 甚至可能突然昏倒或心臟停止 這可不是開玩笑的 所以請記住這句關鍵的話 在你打算大幅增加甲的攝取之前 尤其是考慮使用甲補充劑或市售低鈉代言產品 因為低鈉代言裡面常常含氯化甲 這之前一定要先諮詢醫師或營養師 專業人員的建議 總結一下今天內容 今天我們一起來認識甲這位控牙小英雄 甲粒子能夠幫助身體排出多餘的納 放鬆血管是控制血牙的一大幫手 我們的目標是每天從多樣化的食物中 攝取4.7克的甲粒子 記得飲食是最好的來源 五顏六色的蔬果 顴骨類低脂乳品 還有健康的蛋白質 都是你的控壓好幫手 但最重要的一點是 每個人的健康狀況不同 在改變飲食習慣之前 或者補充甲粒子之前 一定要先和你的醫師或營養師討論 這樣才能確保安全又有效 最後我想鼓勵你 健康的改變不需要一步到位 可以從一個小動作開始 也許是早餐多吃一根香蕉 午餐來一碗菠菜湯 或晚餐多烤一道地瓜 每一口你選擇的更健康 其實就是在為你未來的健康做儲蓄 以上是我今天分享 感謝大家觀看 希望今天的影片 讓你對甲離子和血壓的關係 有更深刻的了解和認識 如果喜歡我的內容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是腎臟科寬寬醫師 一起關心你我腎臟的健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救你的 騎士 有一點 1